想想起 大家好 昨天小英總統拍影片 拍影片 到民進黨到最後關口 還在談正經理來看 喔 哇 嗯 小英總統怎樣 說說民進黨到最後關口 還在談正經理來看 哈哈哈哈 就是要贏了 表題就是要客人 哈哈哈哈神聖 所以民進黨的迫學人 就等於投給蔡英文 這個我都想個答案 投給神會 就是投給柯建民 投給神學人 就是投給不滿意 你需要不需要這個答案 其實昨天晚上柯建民有凌晨發文 有說呢 要跟您還有高華安來道歉 強調呢 新竹是他一生無法割捨的故鄉 然後萬一他們沒有贏輸的就是一個 不只是一個執政的縣市 輸的是這個世代的價值 你怎麼看 我跟你講齁 這個老客家應該是訴諸溫情 第一點齁 我的爸爸媽媽 我的弟弟妹妹 我從那個新竹幼稚園 民富國小育璇國中到新竹中學 我的同學 還有我的一大堆的親戚都還在新竹 我絕對是愛新竹 因為新竹是我的故鄉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這這樣齁 不管是柯建民或是我 我們都是在這個社會上已經 被知道超過30年 過去30年我們兩個人的credit 就是說在社會信用 自由公平 所以請大家 所以新竹市民也可以想想想看 他們相信誰 針對這個新竹的您之前上館長直播講的百億土地 你怎麼看民進黨現在連結到 說是馬接兒童醫院 柯建民甚至要求你有一刀斃命的證據就提出來 你怎麼看他們這個連結 昨天那個 柯建民跟林志堅 契集敗壞的回應 我覺得這實在很好笑 因為我只是上館長的請問 我說這個新竹有涉及這個百億元的土地變更 我才講可以第二篇一個 柯建民 自己就跳出來說 那個是新竹馬接兒童醫院的問題 然後好像三立 就在講說什麼 根據他們的調查 奇怪 我都 我什麼都沒有講 我只是講說 有涉及一百億的土地變更 我就想起一個成語 不打自招 市長這邊再跟你再問一下 那個新竹百億土地的部分 因為林志堅他有發臉書 說你這是在抹黑新竹馬接兒童醫院 他說你的政治野心傷害這座城市 還反向要你拿出證據 那第二題要追問說 昨天柯市長你說很焦慮嗎 而且你還寄出了黨人性 那陳時中有講說 焦慮是沒有用 要換人做作看 怎麼看他這個說法 第一點喔 那個換人做作看是 換好的不是換爛的啦 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齁 不要再去討論那個 仇恨值全台灣最高的人 那個就算了 那至於你說第一條是什麼 新竹馬接兒童醫院 喔新竹馬接兒童醫院 我就剛講過啊奇怪 我只講說 我新竹有涉及一百億的土地變更 我什麼都沒講啊 怎麼每一個都自己跳 所以說這個 你今天的那個標題就寫不打自招 主席這邊想請教一下啊 因為你昨天在跟館長的直播上有講到說 有人跟你密報說 新竹有幾條土地的變更超過一百億 想問一下可以再幫我們 詳述一下經過 那有什麼證據嗎 那種事情就是給 要爆料的人 是要準備 你自己就會出來爆 上工上工 誒 證據是那些爆料提供的 對不對 那從就是2014年啊 就是市長把白袍脫下來 然後就是從政開始 你會不會想到你過去以前急診室的那個時候 尤其身為醫生嘛 就是我之前也看過那個生死之間 就是比常人看過更多的生老病死 會不會讓你有一些比較很感慨 或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沒有啊那個生死之間 生死之間寫了兩本 可以講的故事裡面都有了 讀一讀就知道 也不用在這裡再重複 因為我想說早安療心事的朋友們可能沒有 反正每天生離死別 每天都看那個 所以我老實講 我倒覺得我們是比較 看開 比較沒有那麼糾結 因為 我應該是那個 從活人變成死人看最多的醫生 其實我不是急診 我是外科加護病房 急診的死亡率還不高 外科加護病房比較高 因為急診大部分都還是小病 切割傷什麼 他真的有問題的還不是 插館就送我們加護病房 所以大部分都死在加護病房 所以我是從那個活人變成死人看最多的醫生 而且我當時當台大貝科加護病房主任 我每天都看很多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很耐打 我老實講 我今天看到你講話 你剛剛不是說你心情不好 你現在又說你很耐打 我現在看你會笑出來 我還安慰多了 你前幾天那個樣子 我覺得好對不起你 啊 什麼 你說什麼 什麼對不起 我說你現在這個樣子 跟我那時候叫你去住院那個樣子差很多 我覺得你現在還講話這麼大聲 那時候已經看一副快要掛掉的樣子了 沒有啦我覺得對啊就是有時候身體的狀況確實是需要恢復啦 對啊然後轉換心情也很重要 其實我現在就是 好啦也跟市長報告一下近況嘛就是 就是有時候可能在看電視或者看手機網路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好像有很多人就是 就真的是妖魔話啊或者是會講你講得很難聽 甚至用很多醜圖要霸凌你 可是其實真的走出去到街上的時候 真的還蠻多支持者就是會給你很多的溫暖啦 所以我覺得在反而好像感覺走到那個就是地方上的時候 感覺蠻療癒的就是跟你把手機跟電視打開的時候 是完全好像變成有兩個平行世界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不過是這樣啦 因為大部分你在走在街上會靠過來的 本來就是支持你的人 所以有時候有一句話要小心的 這以前我們台大的高爾九十屆的那個王重李教授講的 他說有五百個人圍著你在喊動算 你以為全世界都支持你 後來發現就只有那五百個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我們還是要相信統計數字 就是說 就是說多少人支持你都要反對 那個大概不會差太多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街上走會高估 因為喜歡你的才會靠過來 不喜歡你他就遠遠得啊 對我今天還跟地方的民眾在聊天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你之前 你記不記得你面試我那個 就是要當部分區立委的時候 你有面試過我 你記得那時候跟我講過什麼話嗎 我覺得你應該忘了 忘忘了啦 我怎麼會記得 昨天吃什麼都忘了 都記不起來還記得 那三年前的事 我跟你講喔 那時候你面試我的時候 你跟我講一句話 你說 你這個小女生 你知不知道我們從政是要拋頭顱灑熱血的 你要是這樣子的情況 會不會就是一下被攻擊 你就挺不住了 沒有啦 我從來都沒有預測到說 你會遭到這麼大的攻擊 我一個MG149 你大概已經 我看七八個MG149以上了 沒有啦 我想說 我想說 我今天突然想到這句話 我覺得 哇 你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還蠻會預測 我那時候提議講完 我還想說 哪有那麼誇張啊 這個阿伯真的是很誇張這樣 怎麼還有拋頭顱灑熱血 革命的烈士 我覺得這一次那個 那個 那個民進黨在打你那個 真的是超家魅族 我覺得太過分了 這個 我一個MG149 就覺得很 心情很不平衡 你大概好幾個MG149 沒事沒事 我們就是繼續努力 對 市長當初到底是怎麼樣 來下令立委捐助理的 是考什麼考量 我們九點半立委黨團 立委黨團不是會 該記者會 只是你下令了 要不要說明一下 當初為什麼這樣決策 市長 現在提部議案 現在那個議員都覺得被突襲耶 為什麼突然提 市長你不知道黨團的助理 跟立委助理要分開 好 謝謝 謝謝 好了好了 大家 你肚子肚子 你肚子肚子 你肚子肚子肚子 你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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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長 先請澄清一下 到底助理費用的事情是怎樣 第一點喔 現在這種政論節目 然後就是說名嘴 說引用匿名的助理爆料 阿長就講一大堆 阿長每天叫我們澄清 這個這樣啦 我們也不會去 我們也沒有去什麼人頭助理 也沒有去什麼 報什麼 圖報什麼薪資 顧這些人 就是做立法院的事 立法院相關的事 那就是這樣啊 當然是這樣啦 每天他一報 等於控制媒體 每天叫我們回答 當然我們還是回應啦 因為那個細節我就請總召來跟你們回應 我要先去開幕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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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說是你要求的 你有下令嗎 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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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要跟他 我要跟他 市長 我要跟我們走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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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市長 市長 我們就 karma立右 tänker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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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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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